的确在寒流来袭的时候 老人家跟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一定要更加注意保暖 以免造成血压升高 诱发心肌梗塞或者是中风 医生也建议保暖必须要从下半身做起 像现在有些年轻人上半身穿着厚厚的羽绒衣 但是下面却只有短裙短裤再加上假脚脱 这样是没有用的 天气冷得让人受不了 民众外出时都穿上大衣外套保暖 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连帽子 围巾 口罩都派上用场 就怕一不小心就感冒了 我抱着这个是怎么说 我还会稳暖 我这还会稳暖 不过在家里也要挡 不是 冷暖就要挡 我这没摸嘛 所以要给你 给你 医师说天气冷 血管会收缩 血压上升 很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出血 中风或心肌梗塞等情况发生 尤其最近天气骤降 心脏病 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患者 比平常多出三成左右 另外医师也提醒 很多安眉女性不管天气再冷 都只穿短裤或短裙 但其实下半身保暖更重要 长期下肢保暖不足 也容易引发疾病 医师也提醒糖尿病患 循环不佳 末梢神经较迟钝 容易发麻或脚步动伤 最好要穿上袜子 还有床边要记得放件外套 起床时可以穿 另外帽子及口罩也是很重要的 预寒工具 记者赖水面朋友组泰宇报道